大家好,我是瘦猴,欢迎来到我的农家小院 今天接着来改装我这一辆露营车 昨天给这辆车子全车贴了指振垫 指振板,今天准备给这辆车子车内部开始 粘贴隔音棉 对于自改露营车改房车的话 指振垫和隔音棉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我买了三卷隔音棉 一卷隔音棉的话大概是可以贴四个车门 我这边有四个车门再加两边的铁皮 还有后面的后尾箱门都要贴一下 三卷,还有一卷这个铝箔 也是隔音的隔热的铝箔纸 隔音棉是什么作用呢 顾名思义就是隔音嘛 减少和指振板作用其实差不多的 就是减少外面所带来的噪音 这个隔音棉聚起来怎么区分它的好坏呢 因为市面上基本上都是这种白色的隔音棉 还有那种黑色的泡沫型的 当然这种的话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也是比较方便常用一点的 可以用打火机来烧一下 它能不能点燃 能点燃的话基本上就是稍微差一点的 我买的是带被粘胶的 把被粘胶的这一面就是直接贴在车皮上 现在用打火机来点试一下 很轻松的居然点燃了 所以说带被粘胶的如意点着 建议大家买不带被粘胶的 就是如果说你像这一面没有胶的话 它就点不然 点了之后 它只会散开 但它不会着 但是带被粘胶的话 它就会顺着被粘胶全部把它着了 这是刚才我看的测评视频 果然是带被粘胶的 就是容易点燃 所以建议大家买隔音棉的话 千万不要买带被粘胶的 就买不带被粘胶的 尤其是你贴在铁皮上之后 如果温度一热的话 它直接就会粘在上面 接都接不掉 但是带被粘胶的使用起来就特别香了 它可以紧紧的贴在车皮上面 再来测试一下这个铝箔纸 铝箔纸是万万不可能点燃的 如果它点燃 就是真的是不行了 不能用 一直在燃烧 从未被点燃 铝箔纸是不可能被点燃的 它主要就是隔热 如果它可以点燃 那就真的不能用了 我准备在我这个车顶 并不贴隔音棉 而是 喷这种 聚氧纸发泡胶 应该用过这个的 是否应该知道这个聚氧纸发泡胶 耐高温 隔音 隔热 保温 还耐低温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这个发泡胶 我是怎么接触这个 也是一个玩越野的朋友 它的大的越野面包车上面 全部都是喷涂的 铁皮上 全部都喷涂的这个发泡胶 因为喷的更紧密的话 它的隔音效果保热性也更好 所以说我就买了这个 我只在车顶做这个 因为后期如果修车的话 如果你把里面都喷上发泡胶 你就修车布线比较麻烦 这个车顶的话 就基本上不需要什么 我就直接喷发泡胶就可以 现在准备先用这个手箱 然后先给车顶全部铺满 这个聚氧纸发泡胶 这个胶的话 落在手上是弄不掉的 我之前试过 洗了好几天都洗不掉 刚才把这个头给踩烂了 只有这一个头给踩烂了 自己又造了一个喷足口 现在来试一下 再往下掉呢 先喷了车顶后面这一条 喷得失败啊 喷得很失败 主要是这个发泡腔 那个头没了 我就自己造了一个头 但是喷出来 它还是只是一个小圆点 所以说不太行啊 只能回头再买这个腔头 再来喷前面了 这样的话喷不均匀 太不均匀了 有厚有粗的 先来贴这个隔音棉了 先把隔音棉剃好 然后在那车顶 就像这一卷 就可以触联练 JUST GOTTA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THAT'LL GIVE YOU RELEASE THERE'S SOMETHING THAT'LL HAVE WHAT YOU NEED WHAT YOU NEED WE'RE BROKEN IT'S TRAGIC WE'RE NOT ALL ELASTIC BUT MAYBE THERE'S MAGIC BELIEVE YOU COULD HAVE IT AND I KNOW OF SADNESS THE ANXIOUS AND PANIC THE INFINIT VASTNES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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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化后 耐温度零下65摄氏度到115摄氏度 还有吸水性 导热 阻燃 就这样的一个发泡胶 还有这个驾驶座的手扶箱 因为下面就是发动机 只贴上一层这个的话还是非常热的 所以说准备再给它贴一层这个铝箔纸 也是隔热铝箔给它贴在上面 也做一个装饰 隔热铝箔上面再做装饰 先给它贴一层隔热铝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